剛剛那個James非常棒的一個演出 然後我們現在來回顧一下 我覺得今天的安排 事實上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分享 第一個是在品牌的一個行銷 知名度的提升上面 那我相信Sawa幫舒康基做了蠻大的一個付出 很巧的我們今天有分享一個基的品牌 我們來看有趣的是 就是舒康基其實在業界已經有一個一定的知名度 因為它很多年了 那在這樣大敵之下 我們怎麼推出一個新的品牌 也是一個有趣的經驗 那在常常輔導上面 常常會面臨一個 你們的東西好漂亮喔 那今天要回歸來跟大家談的是 這個美麗的背後 其實有它的一個思考存在 那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去思考 其實應用設計來幫你這個品牌 先萃取價值 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也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其實這次我們大概十多年來 雷克特邦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要提出那些行銷預算 也是要有一些本 那在做那些本之前 我們先把一些基礎的東西來做好 首先就是 我們希望在做這個形象的時候 就可以幫你 先找到一個 你比別人要突出一點的地方來訴求 這會讓你未來 在溝通上面的時候是比較省力 那這些怎麼去找 就是從這些的部分 我們不停的去討論跟檢視 尤其是在核心優勢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設計當成一種策略 這個策略怎麼去展現你的特色跟你的價值 還有你跟別人突出 跟怎麼去辨認你的這些關係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還要考慮到的是 文化跟國際 為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 紐約的一個品牌 它在前一年的時候找上我們 那這個品牌 其實它前面的梳鋼琴做的那些事情 都不用我們做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社群網站 它是一個社群品牌 也就是說這些東西 他們本身的團隊就已經做得非常好 它跟國際上的各個強力媒體 放送合作 包括東南亞 包括美國 包括大陸 包括台灣PCホーム 各個所有的知名媒體 它自己本身 就在分享一個華人 到了美國人妻之後的一個生活 那沒想到幾年下來 它變成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 這時候它開始想到 我要來建立一個品牌 所以它是先有一個社群的一個支持度 所以它的社群的支持度裡面 它談的是我怎麼生活 所以當到了 找到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幫它建立一個 它每天都會在部落格分享它如果跟小孩相處 所以他們做了Cupcake 然後它賣什麼 它就賣它所有示範的所有東西器具 我們幫它規劃這些生活用品 所以你說它是一個什麼定位的品牌 很難講對不對 這就是品牌的魅力 它的產品是可以擴增的 它可以推出什麼 它可以推出那個粉類 我們做Cupcake不是要很多粉嗎 我們做煎餅要很多粉嗎 它在它銷售的就是一個分享生活 所以它得到了很廣大的支持 而這部分的行銷推廣 事實上我們不用去幫它擔心 因為它有攝影團隊 它有整個部落格經營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談話的人 所以這些東西都不需要人家來幫它做 它馬上就是一個即時影片 它今天過的是烤肉 我在市場過烤肉 它還過東南亞的節 因為它的網友分析說 您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跨了非常非常多的領域 這是一個有趣的個案 然後再來看一個 這是我們幫新加坡客戶所做的 它的市場在哪裡 在日本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那它需要一個什麼 精緻而又頂級的形象 來去跟它的產品去做對應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設計任務 那設計可以讓你的體牌符合人家 對你的期待跟印象 那這也有價值 那我們今天來談一下 因為其實時間蠻有限 就是 好回到我們從國外回來了 剛剛蘇馬克去紐約 我們現在回來台灣 台灣的品牌怎麼走出去 那我們首先 我們發現到這麼長期來 我們剛剛在前面有沒有說 你要走出去 第一個你要先確認一個核心優勢 這是一種分析 這是一種探討 這也不是只有設計層面的思考 它揮集了很多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它以前 其實這個品牌已經做了十年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有同樣的痛處 就是 也不太有人記得他們 所以要賣了十幾年了 那你說它賣不動也不會 就是它就一直處在這樣的一個狀態 上不上下不下 然後競爭 只要其他新的品牌進來 或是類似的 那他們是一個無毒 完全無毒天然的一個清潔用品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怎麼去跟人家競爭 所以我們進行了一連串的轉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是改型的 它問過我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讓人說 我要不要改名字 這個名字是不是太局限我了 就是你會有遇到很多的問題 那它以前是在有機的通路賣 在轉型了之後 我們讓它上到各種精緻的一些通路 包括剛剛Jams已經做了很多初步的一些說明 就是所有的通路開始去接受跟看到這個品牌 你要知道你的品牌要被看見有多麼不容易嗎 所以這是一個設計上面 我覺得很能夠去使力的地方 在你要傳播打廣告或者是去打行銷 網路行銷也好 什麼之前 我們先把這一層的東西做好 先來看一下 它後來在2014跟2015成為台灣連續兩年 獲選為金馬贈送國際禮品的一個品牌 這在它之前可能完全沒有辦法去想像到的一個轉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視覺上面做的 首先 所有東西一定不會是只有形象 一定是從產品升級開始 對 所以我們從產品開始去做探討 好 那在清潔保養品的部分 比較國際的一個標準跟水平去進展 那這部分在客戶上面也施展了非常大的實力 包括找了一個國外的調香師 那包括找了很多在深入在茶的產品 跟茶子的產品上面 油的部分的提升的一些專業 好 那很快的時間內 我們將所有的品系都能夠 你所有接觸這個品牌 你都能夠感受到它的象征 你會發現它在外面的時候 你很容易可以認出它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設計能夠帶來的一個優勢 好 那其實它的形象做得很完整 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它能夠讓你的消費者 在國際市場跟國內市場上所接觸的東西 是一個一致性的傳達 其實這個是我們特別畫的一個版畫 為什麼選版畫 因為這是一種感動 它的東西其實有點不像大量製造的 它的東西必須要一層一層 你看種了茶子 茶子在手工採收 然後再去皮再幹嘛 然後再炸油 油之後有破 破了之後再去做各種一層一層 而且完全不能添加 所以它很像是早期 很職人精神的一個版畫藝術 那我們用這樣來表現 這個現場其實就是茶子樹 然後去做了一些想像的 然後大包括梅花路啊 台灣特產 所以這個東西 然後為了表現它的質樸 跟這個東西不添加的真實 我們特別去找了南投新一鄉的一些小朋友 來去傳達這個品牌的個性 個性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影像能夠傳達個性 這個是讓它接觸的人 這是後來開發的一個補充包 這個補充包是完全能夠 站立跟擠壓回收 所以這個是一個技術上面的一個升級 這是它各個系列的文宣 讓它可以提供給消費者或是通路 更理解他們的品牌 這是我們特別幫它開發的一個洗衣 洗衣劑 大家知道現在洗衣劑的品質都很醜 你根本就不想要擺在顯眼的地方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怎麼樣 這個品牌成為一種你的生活態度 你敢送人 你敢把它擺在顯眼的地方來彰顯你的品味 這是讓它被很多地方注意到的一個因素之一 當然我們也要去講故事 所以我們利用影像來去談論很多的故事 包括這個產品的本身 它怎麼樣來去使用 然後包括怎麼去分享生活 包括它體驗形象的部分 我們也讓它完全跟人家不一樣 因為它真的沒有那麼大的預算去行銷 所以在前面形象的基本建立上 已經有了兩年的時間來去做這些基礎建設之後 我們讓它跟好秋跟很多的飯店 去做廁所行銷 對 你現在看到的時候 我們布置過 其實是各個不同地方 但是要高級的地方 就是比較溫和 是經過篩選過一些地方 你要去走去廁所的一個空路上面 你都可以使用到他們的產品 你都可以去感受到這個品牌的一個 無染跟天然還有誠實的一個個性 所以這是展覽上面的一些宣傳 這是禮品展非常成功的 它在2013年發表了之後 再來就收到了一連串的注目 那這個是它在幾乎沒有行銷預算的情況之下 設計上面能夠幫它達成的事情 當然它也有好運 那這個是之後 那另外的話 我一起企業是不是需要做品牌 那跟大家談論一下 我們做到最小的企業 大概就是這個兩人 它是一個有機嬰幼兒服裝的品牌 欸 看不到 OK 沒關係 那這個嬰幼兒服 大家知道是多小眾的市場 又是嬰幼兒 又是有機棉 這東西真是太太太太太小眾了 那這個品牌在五年前我們幫它拓展了之後 它現在已經是非常多的國際 大概兩年前它代表外 就是外貿的精品到香港去展展展展 然後後來呢 它其實已經是 它在兩年前得到了國際的綠色認證 那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為審核了大概兩年左右 整個生產線都是一個綠色設計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一個好品牌 不會是只有設計上面的努力 它是很多部分動起來 與其說是設計力 我覺得它不如說是一種設計推動的改變力 可能也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力量 它讓你做出了很多的改變 讓你的東西變得更好 讓你在講話對傳播的時候能夠更真實 好 這是一個形象的部分 這個形象上 你有沒有發現沒有中文 對 因為我們去做過了一個調查 發現它的消費者 其實這樣的一個語彙是可以溝通的 它就叫SISO 那你會發現到的時候 它後來設計在 被百貨公司接受 都被設在進口區的旁邊 就是它的旁邊可能是法國品牌 或者是日本的品牌 可是它還是賣得很好 這是一個應幼兒服飾 那它現在做哪些東西 其實它做得非常多 它前兩年來跟我講說 怎麼辦 我的客戶一直要我做大人一點 因為它想跟小朋友穿親子裝 它跟我說我需要改名字 就是我們其實一直陪著客戶跑 能一直跑的過程中 會接觸到非常非常多的一個狀況 那這當然是 那我們也幫它開發 這個是他們的爆爆系列 然後因為你們都不知道 小朋友要爆啊對不對 那爆爆不是開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家的布偶 他們家布偶一定是大隻爆小隻 為什麼 因為這個品牌堅信 爸爸媽媽要多爆小孩 這就是這個品牌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它一定賣大隻爆小隻 不能單買不能拆散喔 然後這就是一個禮品的系列 OK 你想想看 在五年前的 因迷月禮盒送這樣 我覺得那個客戶也滿有勇氣 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要環保 這個品牌是完全天然有機 所以你在做的很多的設計策略上 我們會去貼近跟思考這個理念 你怎麼樣在所有的行為裡面 不停地去凸顯你的優勢 這是一個完全可回收可分解的一個回收紙杖 這是一個紙漿塑膜的東西 在五年前裡面 其實我們要說服他去接受 因為這個需要開模 所以我跟他說 你省下的預算 我們來去 我們把預算花在這裡 我們把其他的東西省下來去做 OK 這個開模了之後 這個東西變成了他的象徵 他到每個地方去社會去展示 很容易 將他跟其他的嬰幼兒品牌分隔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人覺得安全 是會走跟大家一樣的路徑 但是事實上 你就應該要勇敢的做自己 可能在剛開始的時候會 有點艱辛有點艱苦 但是只要你堅持下去 其實你的個性跟你的特質 就會展現出來 那這是一個兩個人的公司 沒有太多的品牌經驗 沒有賣過東西的一個服裝設計師 然後他早上我們的時候 發展到現在這樣 其實他已經是行銷到 蠻多個地方的一個品牌 蠻多國家 像新加坡啦 或是其他國家 OK 好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那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好 跳過 大家看一下 這也是雞的品牌 已經有一個舒康雞了怎麼辦 對 這是舒康雞 就是當時我們抓下來 最大的一個競爭者 用薩巴幫他們做 天啊 還做整合行銷欸 對 這時候怎麼辦 其實他是源頭 他們就是養雞場 他們養雞場的規格 比舒康雞很高 事實上他們沒有養得那麼擁擠 而且他們是吃飛機桿 目前台灣沒有人做到 那這個情況下我們怎麼辦 第一個我們要給他一個好記的名字 對不對 為什麼叫十八 因為他就是一個紅茶雞嘛 我們特地請客戶 因為他們在日月潭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必須要能夠聯想 好像好水又無盡天然對不對 所以還養日月潭紅茶 所以他是一個十八號雞 十八養廠的東西 十八養廠這樣的生產方式 它不限養 但是大家看一下 這是當然我們利用art的部分去 凸顯這個品牌的一些價值 這是低基金的部分 這個是水子料理 所以他出即食料理包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生活 然後出去之後受到蠻多的反應 但是舒康雞還是在生鮮雞的部分比較多 所以面對這麼大的一個競爭者 你怎麼樣做 你還是有機會的 這是一個不同的策略 那兩代之間的部分我們常常在出 這是大家應該 欸 跑不動 OK 那其他的時間就是 那這個其實 他推的是 我們怎麼樣大家感受 其實這些植物都是 這些動物都是 跟對方的土地有關係 所以你要賣茶 你不一定要 那我們來談 我們把展覽這件事情 當成是一種 應該說是一種什麼 廣告 或是一種行銷的行為 因為你已經要去展 你不如就讓人家注意到你 怎麼注意到 這時候你就要談論的事情 來看他們更年的時候 推的新產品是花茶 這個品牌都被我們比較高規格的要求 他的花茶跟一般的花茶都不一樣 大家都很清楚的 這花茶都是加農藥的 這個品牌是不能添加農藥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 只有這個技術者可以做到的 是古法 就是新鮮的花加入在茶葉裡面 馬上製作的花茶 所以即使他定價比較高 即使他很難得 所有通路還是願意進他 所以他還是賣得不錯 這個是我們覺得 設計力不是只談表面 他必須從深入的產品力開始去談 OK 那假設你今年有的新產品 你要去到展場上的時候 你要談論一樣的事情嗎 當然不是 就給大家看 這就是他們前年的展覽 我們幫他佈置的 也就是說你談論的主題跟訴求 事實上他必須要經過思考跟規劃 所以不管你選擇哪一個的設計團隊 我都希望大家好好跟他們去溝通 因為價值真的是雙方一起創造出來的 然後下面這些東西是提供給大家去分享 就是我們常常在跟客戶談這些事情 從這些東西的理解 我們才能夠去分享跟思考 設計應該嵌入點是什麼 好 謝謝大家